接着就是正比跟反比 我们在当初就跟你讲过 这不需要特别的背 你会背公式就会了 我们说 根据我的公式F等于MA 如果我的质量一样 那么A两倍 F就两倍 F是三分之一 A也是三分之一 因为这个一样 所以这样要做成正比 所以我们就知道质量一定的时候 外力会跟加速度成正比 那么如果F等于MA 如果我的F一样 质量是二的时候 加速度就二分之一 质量是三分之一的时候 加速度就是三 所以这样做成反比 所以定力作用之后 质量跟加速度成反比 这个不需要背就会了 但是呢在考试的时候 会用到这个想法 就是说 它会成正比或者是反比的想法 所以你还是要能够理解 然后能够比得出来 知道它正比还是反比 那我们在相同的速度变化之下 经过的时间越长 加速度就越小 因为呢 我们加速度就是 花多少时间 有多大速度变化 所以上面如果一样 ΔT大的A就会小 那么F等于MA 正常情况下 我的M一样 A如果比较小 F就会比较小 所以呢受力就会比较小 因此受到的冲击就会减少 受到的冲击就会减少 像这样的例子 就是我们的火灾的时候 消防员在底下弄一个气垫 然后他人跳下去 然后有气垫接住 把他们救回来 他没有受到重伤 只有轻伤而已 原因就是因为 透过气垫 我可以把作用时间拉长 我的加速度就会变小 所以我受力就会减少 所以我就比较不容易受到伤害 因为我的力量会变小 像我们这个跳沙坑的情况 也是一样 可以把我的时间拉长 然后呢 加速度就小 加速度小呢 所以力量就小 所以呢 就会缓冲 比较不容易受到伤害 不要受到伤害 课本有别的图 画类似的状况 讲一样的事情 讲一样的事情 OK 所以相同的速度变化量 时间拉长 加速度变小 受力就会减少 那所以 汽车上配备一些安全装置 跟刚才那个救电 这个 救生电的那个意思差不多 你觉得有哪些装置 是用这个的 汽车里面 的安全装置 可以保护你 安全气囊 还有吗 安全带 很好 安全气囊 会比较明显 就砰出来 撞到跟那个气垫一样 安全带 也是帮你拉住 帮你拉住 挡着你 然后呢 让你不会直接的冲上去 所以我们就有这些装置 安全带跟安全气囊 OK 最后要讲的是这个东西 要有个单位的换算 地球表面上 我们是这样教你的 就这样记 有点小问题 国中生不要理他 国中生不要理 国中生记 质量一公斤的东西 受到的重力要一公斤重 那于是就出现一个 知道地球表面上 受到地球引力作用 会有重力加速度9.8 所以 一个一公斤的东西 在地球表面上 受到重力一公斤重 会让它产生 9.8公尺秒平方的加速度 所以就出现了 单位的换算 一公斤重是几牛顿 9.8牛顿 因为F等于MA 一个一公斤的东西 产生9.8公尺秒平方的加速度 出来就是9.8牛顿 对吗牛顿 那这就是 单位的换算 那以后请注意 我们考试要用的 F等于M的F 单位要用牛顿 可是我题目可能会跟你讲 我受力五公斤重 那你要记得 要把公斤重换成牛顿 不换 一公斤重是9.8牛顿 把它换算过来 这就是 你需要记住的事情 OK